男人的身体一瞬间被激光切得七零八岁 可下一秒他又完整如初继续向目标奔跑 因为他是个拥有不死之身的亚人 那天有一伙超能力劫匪正在偷到黑老大的地下金库 经过层层机关他们马上就能拿到价值十亿的宝箱了 接下来面对的走廊拥有激光切割能力 任何经过的人货物都会被大卸八块 而走廊的另一端有关掉激光的暗年 于是他们派出两名拥有不死之身的亚人 两人面对激光就像玩似的 瘦子跑出去没几步走廊的灯光就亮起来 一瞬间就被大卸八块 胖子趁机超过了他 下一秒也变得支灵破碎 经过几秒钟的恢复瘦子又变回了原样 再次反超胖子向终点继续冲击 于是他们便不断地被切碎 然后又不断地重生继续冲向终点 短短几十米的道路他们被切碎了几十次 经过将近五分钟他们终于冲到了对面 使用头部撞击按钮成功关停了激光 胖子重新长出的肢体甚至还有变异的 他们最终找到了那个能装下十亿珠宝的弓箭包 打开盖子里面就像是一个大仓库一般 最终成功将其带走 可在地下室之上 那名退出行动的女队员凯西却被黑老大马特抓住 他们向凯西注射听话药水 很快便暴露出自己的同伴正在偷他的金库 马特查看监控发现金库果然被倒了 立马派出黑白通吃的超级英雄丽亚前去对付他们 正当他们要跑路的时候 丽亚立马便堵住了去目 而此时超能力意志器也重新启动 失去超能力他们一群人都不是丽亚的对手 可他们早有准备让超级英雄决斗士跟他打 可决斗士却不听话就站着叹息 丽亚发起进攻 一拳一个小朋友没有一丁点难度 没一会功夫队员们都被打怕了 决斗士看到此景心满意足 然后决定要干掉丽亚 两人都是超级英雄 决斗士因被抓住同性恋把柄被破入 而丽亚却是一直都给黑老大当保镖黑白通吃 丽亚一拳下去被轻易接住 这一下让他搞不明白了 直到决斗士先看面着 不使用超能力的情况下 决斗士的体能在超级英雄中是数一数二的 丽亚趁机发起突袭 可在他眼里同样算不上多快 随后被重拳打在脸上 他不甘示弱开始认真的发起反击 决斗士也没能够招架得住 随后又连续吃了几记重拳 可最后一拳却被接住了 他碾碎丽亚的骨头 直一拳便将丽亚打得倒地不起 而凯西这边却大难临头了 因为马特决定使用超能力将他抱头 凯西拥有控制大脑的超能力 所以也能做出一些反抗 可这却让马特更加兴奋了 他越用力 凯西就越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头痛欲裂 脑袋中不断的回响和男主的点鼎滴滴 凯西最终还是等不来 乔尼的营就死在了这 这时突然有无线电说他的房子被搞塌了 马特很奇怪自己不就是在房子这里吗 他看了看墙上的话发现不一样 这才反映过来自己的大脑被控制了 绑在凳子上被抱头的竟然是自己的管家 真正的凯西此时已经被男主给接走了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这一次十亿美元大结案完美成功了 凯西离开后马特的幻想也随之消失 发现自己竟然在山洞里面 这个团伙成功逃离后 每人分了一亿过着奢华的生活去了 马特一直在到处寻找他们 结果却被男主设计 把主谋的角色转移到他的手下头上 马特气愤的找到手下 没说两句话就把这个二把手的头给抱 至此全剧终